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古方红堂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爱情宝贝战由你看世界世界看你的海伦凯乐眼镜大力支持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爱情宝贝战的官微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 参与我们的情感在线互动 打开微信摇一摇摇电视 进入到爱情宝贝战的互动页面 精美好礼等你来拿 今天我们请到的老师是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颜品红 颜老师 欢迎颜老师 算爱研习社的主理人陆琪 陆老师 欢迎陆老师 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 涂雷 涂老师 欢迎涂老师 来吧 了解一下 需要他们帮助的情侣 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各位请看 我们本来婚纪都订好了 结果现在她赌气要往后推 亲戚朋友我都通知了 结果她现在这样 我怎么向大家交代 她根本没有一个结婚的态度 彩礼 婚房 婚纪 她现在什么都没准备好 我怎么跟她结婚啊 我觉得她现在变了 总是问我要这要那的 我觉得她一点也不理解我 她现在对我的态度特别无所谓 她总说她忙 还总跟我哭穷 我们现在差不多两周才见一次 我觉得她根本没把我当一回事 她现在总是追求太多的形式 但是结婚跟谈恋爱是不一样的 我希望她能多理解理解我 大波折啊 婚礼有可能要取消了 这情感那真是出了大问题 掌声有请 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小田28岁来自安徽 餐饮馆里女嘉宾小田25岁来自河北 项目执行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恋爱多久要结的婚呢 四年多了现在 婚期定在哪一天了 6月25号 结婚证领了吗 没有呢 不办婚礼了 现在不想办了 因为我们她现在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 我们现在婚房婚戒 现在彩礼我们双方都没有谈妥 咱们一件一件事说 先说房 房子怎么了 去年我们跟她已经快认识三年了嘛 然后我就见她父母 准备要商量结婚的事情 结果呢她父母说我是外地的 怕她呢结完婚之后跟我会安徽老家了 说照顾不到 完了之后呢得有个保障 得买房 可是现在这房也买了呀 现在还不结婚 买了 你们在哪儿生活 北京 在北京买房 厉害呀 不是 房没有买在北京 是在河北的固安 可以啊 谁买的 首付是我父母套的 是这样的 就是他跟我承诺的是在北京买房子 他主要他没跟我商量 他就在那边买了房子了 你想在哪儿买啊 没有说一定要在哪儿买房 主要是他这件事情 他压根没有跟我商量一下 我觉得他挺不尊重我的这件事情 对 对 我承认是没跟你说 而且当时咱俩刚认识的时候 也承诺是在北京买 但是他父母逼得紧呢 我也着急 我也这么大了 家里边人也着急 想让我结婚 对吧 然后我就把房给买了 再说 这买房的首付三十万 都是我父母套的 我还能说什么呀 我也做不了主 主持人 我介意的 不是说他在哪儿买房子 我明白 是没跟你商量 对 他压根 他就没跟我商量一下 行 那这事 咱给你道个歉还不行吗 我也跟他道个歉了 当时是没有考虑周全 没跟您商量 对吧 但是就因为这事 我去年年底 去他们家去提亲 我就觉得他爸妈 就是因为这事 就不高兴了 当然不高兴了 他妈开口经过 要二十万的彩礼 二十万 这可不是小数目 现在就是我们那边的彩礼 就是二十万 他第一次提亲也没提成 后来其实我也挺理解 他那边的困难的 就一直跟我妈 跟我爸那边商量嘛 最后就是双方协定说是要十五万 再说了 他妈当时还跟我说 二十万这都不算多的 他们那儿要一动一不动 还有万子千红一片绿 啥意思 就是一动 汽车是动的嘛 不动是房产不动嘛 然后万子千红一片绿 差不多合着有十五万多吧 为什么是万子千红一片绿呢 我也不知道 他们这习俗我也不清楚 那不是台湾就十五万了吗 对 谈妥了 谈妥了不就行了吗 但是后来他又变了嘛 我们后来他给我买了那个 三斤金戒指金项链金耳环 又买的手机iPad 前前后后是花了两万多块钱 但是他后来他钱花这个钱了 他要求减少拼你 就减少呗 他要求减到十万 然后后来我又看上一个钻截 让他给我买 他第一反应就是我不给你买 他后来他又说买也可以 但是必须才从我这个财里边减少 我就觉得他一直就是在变 我觉得我挺难接受这件事情的 是我变的吗 一直在说我变 我觉得你这么多年你就变了 你变得这么虚荣 那钻戒是说买就买的吗 要好几万的 金戒指买了不就行了吗 再说本来说是今年结婚 他想换一手机 他换了iPhone7对吧 当时我还刷了信用卡 但是说是买手机 结果过去了呢 他看上了一个iPad 那就搭了一个iPad 你又跟我要这又跟我要那 那我都不知道 明天你还会跟我要啥 我这么多年 你给我买过什么 咱们在一块四年多了 四年多了 你给我买过什么东西 什么都没有 就是结婚在智慧的这些财力 你告诉我 我什么都给你要 那你也要体谅一下我对吧 我下面还有一弟弟 我是老大 家里边都着急 先让我赶紧结婚了 那把钱全都搭我这了 我弟弟怎么办 这么多年 你也知道我们的感情 我觉得就咱俩感情来说的话 你跟我裸昏又能如何呢 以后我再补给你呗 我生气的不是这些东西 是你的态度 你总是说 我要一个这个东西 你不买 第一反应就是我没有 但是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跟你在一块四年多了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 要求你给我买过 我知道 他以前也不是这样的 他总是说我变 我一开始的时候跟他买出鲜花 他都觉得我买鲜花是浪费 可是他后来又要婚纱 一辈子就结一次 你就穿一次 你花七八千块钱 根本就不值当 我也是为了我们以后的生活 来考虑的呀 以后生活结完婚 那跟谈恋爱是不一样的 结完婚之后 那就得面临着各种的财力油盐 对吧 婚纱我没有说我一定要买 我只是跟他提了一句 他第一反应就是 我不给你买 我没钱 但有没有考虑过 我当时的那种感受 这是我针对我四年多以来 我第一次要求他 给我买一件东西 他当时想他都没想 他就拒绝了我 我不知道我当时 怎么表达我那种感受 那你知道我的感受吗 我考虑的是我们将来 主持人我给你算一笔账 首付我们家掏了三十万 对吧 十五万的彩礼 这都四十五万了 然后前前后后 我也花了好几万块钱 差不多都五十万 那洗酒都没办 然后房子没装修 然后他说结完婚之后 还想去马尔代夫 去杜明月 这也是商定了的 完之后我们俩结完婚 还想生孩子 这都是钱 而且下面还有弟弟 你让我怎么办 你也知道我能力有限 我一个人就挣几千块钱 还还房贷 我问问 我能怎么办 别着急 别着急 我问问 你在挣多少钱 五千左右现在 五千左右 你呢 六千多点 在北京租房是吧 对 他现在 他跟他爸妈住 我跟我爸妈住 父母都在北京是吗 对 现在父母都在北京 结婚以后打算怎么办 他现在婚房 也没装修呢 他现在是要求我们装修 我就觉得 我很难接受这件事情 因为当时 我们双方商量的是 他们家装修房 现在他让我们家 掏钱装修房 我觉得可能他就是不想 给这十五万块钱的 这个聘礼 你这样想我 那么四年多的感情 来来来 别着急 别着急啊 婚礼是双方都约定的日子 是吧 对 亲戚朋友都通知了吗 都通知了 通知了 这四年当中 女生确实没问 你要我什么东西吧 对 是 确实没有 她挺懂事的 你承认她懂事是吧 对 女生怎么想这件事 因为我觉得 我的要求不过分 婚房 然后戒指 首饰这些东西 我觉得谁结婚 都应该有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不应该到我这儿 就没有了 如果没有的话 我没有办法跟我父母交代 而且我身边的朋友 我不知道人家怎么看我 你指的怎么看你是指什么 我就觉得 人家结婚都有的东西 到我这儿都没有了 我觉得可能看起来 我觉得挺看不起我的吧 你怕被人看不起是吧 对 可是两个人在一起 她是这些东西能衡量的吗 就因为这些形式上的东西 你要这些东西 我没法满足你 我好奇地问一句 当时其实你完全可以不答应 你可以跟他说这段话 就说我们俩四年了 我这个给不了 家里面确实给不了 你愿不愿意跟我裸婚呢 你为什么又答应了呢 我知道我要是这样说的话 他肯定也不愿意 但当时 可是也没说要这么多彩礼 你父母对他们家 现在态度是什么态度 我父母其实挺不支持的 我也知道他父母也为难 你父母什么态度啊 其实我父母挺不愿意的 因为我们两个人 不是一个地方的 他安徽的我河北的 我父母就怕我以后 跟他回他们老家 这么多年 其实我妈一直都不同意我们 去年的时候 我才领他回家见家长 才把婚事给敲定了 你父母呢 我父母挺满意他的 弟弟多大 比我小五岁 父母压力挺大是吧 是啊 他也知道我的情况嘛 所以这么多年 我也没攒多少钱 但是我能给的 我全都能给他呀 我能理解你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但是你那种态度呢 买个婚纱婚纱的钱 你真拿不出来吗 你当时的那种态度就是 我不给你买 你如果好好哄哄我 我可以不要 你没钱 什么东西我都可以 不给你要 那个房子你家里要求 写你的名字了吗 当时要求了 写了吗 没写 很多人其实是 先领了结婚证 然后定举行婚礼的 这个日期 为什么日子口这么近了 你们俩还没领结婚证呢 卡在什么地方了 本来也是打算 这个月去领的 所以结婚证 也不想领了是吗 对 因为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婚房 还没有装修呢 我不知道就是 到时候他怎么娶我 就是我们的婚房在什么地儿 我觉得这些的东西 他都没安排好呢 现在 我觉得 所以你觉得仓促了 对 我觉得特别仓促 而且没办法结婚呀 什么都没有 现在 什么叫没办法 不是 婚房安排在哪儿 现在租一房子呗 等那边房子装修好了 咱们再搬过去 不一样吗 双方父母也将那儿了吧 对 姑娘是不是觉得特别特别难 对 对 就是你会觉得说 如果不考虑外媒因素的话 凭我们俩的感情 马上就嫁 对吧 现在其实我也可以不要那些东西 首先是他现在的态度问题 我觉得他的态度 我特别难以接受 怕了 对 我觉得他现在就这样 我不敢想我以后 跟他结婚以后 他会怎样 我也没有啊 不不不 咱把那个彩礼 都放在一边 你爱他吗 我爱他呀 你愿意娶他吗 愿意 特别愿意 你愿意付出一切的娶他吗 肯定的 这个你爱他吗 我爱他 即使他一个穷光蛋 一分钱都没有 你愿意跟他吗 我愿意 确实愿意啊 确实愿意 即使双方父母对未来的一些方式 产生巨大的分歧 你们还愿意因为爱而往一起走吗 我能 你能啊 你呢 姑娘 我不确定 为什么 因为我也要考虑我父母的感受 什么感受 我父母年纪也大了 我们家两个女儿 我姐姐也是家的外地的 我就考虑我如果跟他走了以后 我父母以后怎么办 不是 你走吗 现在谈好的事在北京发展 但是其实我不太确定以后 我们俩会回到哪儿 你愿意未来就留在北方 替他父母养老吗 肯定的呀 所以不也是把房 摆在了河北吗 这不挺好吗 小伙子 她态度也挺端正的嘛 你们那儿叫一动一不动 万子千红一片绿 对 女方的回礼是怎么说来的叫 我们那边一般就是 男方准备好婚房 里边的家具 电器 就是我们那父母给买 而且就是把它给的聘礼 就是存起来 由一个存着 最后给到我们两个人 聘礼其实是女儿的嫁妆 对 要返回来的 对 她是这么说 但是咱不能用抱着这个想法 钱给出去了 还指着她拿回来吧 你看 基本信任没有了 事儿反正就这么个事儿 摆在这儿了 挺棘手的时机 应该怎么办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 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刚才姑娘说到 我对你现在的态度 未来我们的婚姻情感 我不确定 因为我怕我爸妈不舒服 她们年纪也大了 其实你应该冷静想想 爸妈要你的婚姻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就即便她给了你二十万 就代表着幸福吗 当然小伙子 其实你可以攒攒钱买一件 七八千块钱的婚纱 因为那是一辈子的纪念 你说她变了 以前她从来不物质 不跟你要这个要那个 为什么在这一刻 她说不行 她为什么变了 因为她也深知婚后的生活 不再是以后的 你弄我弄和浪漫了 她也知道面临的僵势 柴米油盐 真金白银过日子 所以她想保留我 作为一个女人 一个少女 还没有成为一个 家庭妇女 家庭女主人 那个时刻的浪漫 因为以后会可能 换成另外一种形式去相爱了 所以她的这个心愿 你能理解吗 嗯 能的 其实是你们新生活 新方式的一个开始 她想用这样一种 隆重的方式去纪念 和爱不爱你完全没有关系 和她变没变完全没有关系 就是在婚前这一刻她的焦虑 她知道将来面临生活的责任和压力 她想在这一刻抓住那个 她最想要的浪漫 所以我倒真的认为 摇摇牙 婚纱给她买 希望你们能 正常的时间结婚 拥有幸福的婚姻生活 祝福你们 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吗 为什么她以前从来不跟你谈这个事 这个时候源源不断的要求提出来 她通过源源不断提要求 再找安全感 你知道你们之间四年以来 建立的信任关系破裂在什么地方吗 就是因为你们的信任关系变化 信任关系就破裂在买房这件事情上 你让你爹妈买了房 没有写她名字 买房她也不知道 买房这个地方她也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对她来说 买房这件事情跟我无关了 你的房跟我也无关了 今天你那个房本上写的如果是她的名字 如果你当时跟她一起商量 一起买的房 你爹妈今天出了三十万 你觉得她还会那么坚持那十五万彩礼吗 你觉得她会不会去跟她爹妈去争取 会不会告诉她爹妈 你门家已经付出了多少 为什么她没有这么做 站在她的角度上 她确实可以怀疑你 第一房子的事情你食言了 第二彩礼一改再改 你曾经答应过她的所有事情 一件都没有兑现 对吗 站在她的角度是不是这样的 这就是你所说的态度的问题 这个事情我觉得很简单 你们现在是要重新建立信任感 把她觉得跟她无关 就是你们家庭做的一切事情 她就都觉得跟她无关 这件事情变得跟她有关 变得跟他们这个家庭有关 最后就是商量嘛 那个房子 OK 你家里面出了三十万 以后也要她一起还房贷的 公正一下 写两个人名字 就婚线可以公正的 公正一下写两个人名字 问他们家 这算十五万彩礼行不 不行我们借十五万 拿到你家 你家回头再拿回来 我们装修我们买家电 行不 商量嘛 没有人说非要我拿你这个钱 你这个钱我给我自己家装修 不给你家装修 没有这样的 实实在在已经付出的东西 你要让他们看到感知到 这才叫信任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我个人觉得 你爹妈出了三十万 你不要觉得他们是应该的 你也不要觉得他们是应该的 父母有理由支持你们 但是你们不要觉得是天经地义的 现在变得你们家给我们家钱 天经地义的 你们家买房也天经地义的 我们家买这个东西也天经地义的 都是你们爹妈在付钱的 都不是天经地义的 那钱写到借据上面 以后慢慢地还 这个时候你们才知道 你们过的是你们两个人的小日子 你们过的是独立的小日子 你们过的是脱离爹妈的小日子 这种日子才是温暖的 才是你们过去四年那种日子 才是那种 你们曾经建立过的信任关系 那这样 谢谢老师 好 谢谢卢西老师 来 胡老师 在婚姻和物质的这个问题上 现实生活当中大概有两种男人 第一种男人 他特别不喜欢女人跟自己谈钱 你只要是谈钱你就很物质 他甚至会抱怨 现在拜金的女生太多了 我已经结不起婚了 但是当女生主动提出说 我不要这些东西的时候 这男生会说这是应该的 你不是爱我的人吗 你爱我的人嫁给我就好了 干嘛要在乎我的钱呢 这是一种男人 还有第二种男人 他会主动跟女人谈钱 他觉得娶一个女人进屋 房子 车等等婚纱戒指 就是我应该给你准备的 即便女人主动提出来 他也不会觉得过分 他觉得给一个女人好日子 就是一个男人的责任 但是当一个女人主动提出说 我不要的时候 他会非常感激 他会觉得我是有福气的 我娶到了一个 愿意跟我同甘共苦的女人 我应该好好地感谢她 这是两种男人 我不去评价哪种男人好 和哪种男人不好 但这两种男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那种不喜欢自己的女人 跟自己谈钱的男人 他往往会觉得自己 付出的是不容易的 而对方不要也是理所当然的 而如果对方一旦提出要求 那便是愈合难填 但第二种男人就不一样 他更多的是觉得 对方的通情达理是不容易的 而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准备一个幸福的家 给幸福的女人 给她好的日子 我应该做的 所以人与人之间不能放在一起比 如果这两种男人放在一起比 马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哪种男人能够在婚姻当中 给你长足的幸福 所以婚姻当中即便结了婚之后 两个人维持关系 最重要的一点基础就是 你要重视对方的付出 而不是老是觉得自己付出的太多了 你就是这个问题 他所说的 你为什么态度变了 你就属于第一种男人 不要跟我谈钱 你不是爱我的人吗 以后补给你就是了 但如果你哪天你真的要是提出 或者你这一次你就说 我都不要 我愿意跟你在一起 他大概不会觉得感恩 他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前面四年过程当中 你没有提出要什么 对不对 但是他也没有说 你真是个不错的姑娘 如果他真的是这么觉得的 那么在这一次婚姻生活当中 你所提出的那些所谓的彩礼 即便他给不起 他会心怀愧疚 但他没有 他在场上整个的表现就是 我不给 我给的已经够多了 但是你却可以很坦然地说出 即便你一无所有 我也愿意嫁给你 所以说彩礼是一面镜子 可以照出一个人内心 你在他心目当中真正的分裂 所以婚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不要急 慢慢来 再看一看 我不是说一定拒绝他 而是我觉得这个婚姻真的应该是 往后再推迟起码半年一年 如果你们彼此之间真的达不到那种 更在乎对方的付出 结了婚到最后 因为计较 因为彼此之间的债务都是会离的 即便他借了钱给你 然后在婚姻生活当中跌跌不休 说这个婚姻我结不起 我欠下了太多的债 依然对你会有记恨的 那又何必在一起呢 所以说不要因为发了情节 因为亲朋好友都要来 所以我们为了大家的面子仓促地把这个婚结了 而掩盖婚姻的事实真相 无论将来你们在不在一起 还是你们跟别的人在一起 都一定要记住 你想找一个人跟自己结婚过一辈子 如果你真心爱他 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而对方一旦对你表示一些宽容和体谅 你就应该学会感恩 这样的婚姻 才能长久地维系下去 就这个 谢谢你 女生啊 有些事你是不能做主的 回家还是要跟父母去商量 而这个商量是什么 是你们俩一起商量 你们俩应该是一个战壕里面 现在特别容易什么呢 双方家庭一出来的时候 这两个一个战壕的人 各自站到了各自的战场里去了 你代表你们家的核心利益发言人 你代表你们家的核心利益发言人 出来你们俩打起来了 最重要的主体被分裂了 那这婚结的是没意思了 行了 你们俩还有60秒 你们俩说点情话 然后我的建议是 在这个现场 先别做决定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能不能不要闹了 咱先把婚给结了吧 我们在一起四年多了 最近我就觉得你像变了个人一样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你心里边 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想的很简单 就以后跟你好好过日子 包容你疼爱你宠你 你永远就是我的丫头 我总觉得有些东西变质了 我觉得一点也没变呀 我还是我 希望你也不要怪我 咱把把这婚给结了吧 我想想吧 嘿嘿 回吧 来 请官们 那几天喝古方红堂 感谢我们的首席合作商 古方红堂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来看看这对年轻人 自己的选择 小花童有请 小花童有请 谢谢 我们要感谢药保师伊贝师 纯的爱 放心爱 伊贝师纯净面膜提供的 牵手的一个奖品 来 我们来见证 属于这对年轻人的 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我爱你 谢谢你 谢谢你 没有离开我 别哭了 亮灯吧 来来来 好好做做面膜吧 谢谢穿真 马上都要结婚了 可不得好好做做面膜 回去吧 回去吧 回家之后 好好跟父母商量啊 怎么办 这是两个大家族的事 其实说白了 是三个家庭的事 你们是一个家庭 那是两个家庭 商量着来 孝敬双方老人 谢谢你们 来 请回 在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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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你 未来我们的浪漫清晰 在爱里 全是你 所有的心跳 无法过 我们还是希望 通过这样 一对让人 那么纠结的这个情侣的 真实的这种情感 或者叫心路的历程 希望电视机前的 爸爸妈妈们 能够把过去的那些漏习 放一放 其实你们想一想 你们结婚的时候 有房吗 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 你要的幸福核心是什么 我相信 这样的事情 我们就会看得很少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 下一对嘉宾朋友的 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俩的感情 本来挺稳定的 但是自从他去和学姐 一起创业后 我们两个的矛盾 越来越多 他总怀疑我和学姐 之间有什么关系 其实就是普通朋友 他太敏感了 不是我想的太多了 而是他的很多做法 真的让我 特别没有安全感 其实创业的时候 我压力特别大 但是他从来 没有理解过我 每天除了吵架就是吵架 我现在就是想让他 在我和学姐之间 做一个选择 我不想再这么 不清不楚地下去了 我们的爱情不清不楚 那不清不楚的爱情 该怎么办呢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张24岁 来自甘肃个体 女嘉宾小刘22岁 来自河北 是一名学生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学长对吧 是 学长 怎么跟学长 就变成了男女朋友的呢 当时他比我大一届 他作为学校的优秀实医生 他回来宣讲时 我当时觉得他 挺有上进心的 就主动要了他的联系方式 后来我们两个就慢慢联系 正式的缺一的关系了 谁主动的 也不是说是谁主动的 因为聊天之后 我感觉这个女生 就是挺有想法的 然后也就是挺 挺能理解我的刚开始 好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就 就点 好 你们现在的恋爱状态 是什么状态 同城还是异地 异地 我在宁波 女生在哪儿 我还在北京上学呢 你们确定男女朋友的 关系有多久 差不多一年了 女生为什么会对小片当中的 学姐那么在意 这也是我看资料的时候 最想问男生的一个问题 说有一次你跟他视频 是吧 你发现学姐穿着睡衣 出现在了视频里 是 那我想问的是 男生当时视频的场地 是在什么地方 那时候是在我们的员工宿舍 在员工宿舍 对 因为那时候我们 创业初次资金特别紧张 我们三个人就合伙一起租了一个 那个房子 当员工宿舍 也方便以后的工作交流嘛 好 对 其中有她很在意的学姐 对 你们算是创业合伙人 对 创业合伙人 你们等于合租在这里了 对 我们也是为了方便 勾力交投嘛 你知道她们三个人合租在那儿吗 当时我根本就不知道 她没有跟我说 我当时来宁波创业的时候 就是因为学姐这个事 你就不同意 那也不能瞒着我 直到我自己发现了 你才跟我解释清楚的 有好几次我晚上我八九点了 我给她打电话 那都是学姐帮她接听的 学姐帮我接个电话怎么了 她就每次就因为这个事 老师就揪着学姐的事不放 那时候她都没有跟我说 他们在一起 合租 对对对 所以当学姐 后来我发现 我们两个开视频的时候 她学姐穿着睡衣 我才发现 我才抓个正着的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好不好 那时候学姐她性格 特别呆呆咧咧的 那你从一开始 你就是在骗我 那后来我也跟你说了 我已经跟你解释了 我特意从宁波飞回去 我给你解释了外个星期 她跟你视频的时候 背景是什么 在她的房间里面 在她的房间里面 然后她的后背就是门 她的后背是个门 对对对 当时那个门就被推开了 连门都没有敲 就进来了 学姐敲门了 当时我和她视频的时候 戴着耳机 因为这也是 我特意从宁波飞回去 我给她解释了外个星期 她也答应不生气了 你解释了 这事就过了 那么怎么还会对学姐 有那么深的芥蒂呢 因为本身她一开始 创业的时候 她说去宁波挺远的 我内心就特别矛盾 她以前追过那个学姐 当时还闹得沸沸扬扬的 整个戏都知道了 又给她唱歌 又给她摆蜡烛的 当时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她都没有给我 制造过这样的浪漫 那我心里面 我曾有安全感 我承认我大爷的时候 追过学姐 而且我也放弃了 后来我大肆回去的时候 我一直跟你在一块 你为什么就一直 不愿意相信我呢 好好好 去宁波看过她吗 我去看过她 她总是拦着我不让我去 我不让你去 不就是因为 我这边真的特别忙 我没有时间 我怕我真的没有时间 照顾到你吗 就是那天晚上 然后我刚下了火车 她没有过来接我 她说她应酬她忙 她让她男同事过来接了我 我当时我觉得 好她要应酬我理解她 我准备了一桌子的饭 等着他们回来 你等于下了火车 就回去给做饭了 对 我挺开心的等着她 等了好长时间 饭都凉了 她醉醺醺的就回来了 喝多了 应酬 对对对 她还挂在学姐身上 嘴都快贴到人家脖子上了 那我能不生气吗 你别话说的这么难听 就是这样 那断片了我当时 就等于学姐 把她嫁回来了是吧 还有事呢 我没说呢 说说说 其实这些她喝多了 她没去接我 我都能忍受 就最不能让我忍受的就是 那学姐她从一进门 就没有给我好脸色看 把她嫁到床上 又给她擦脸 又给她拖鞋 我是她女朋友 我看到这场面 我能接受吗 但是呢 过去呀 那学姐一把就把我推开了 那当时不是有误会吗 她跟她有什么误会啊 你女朋友来了 就在不经营姐 我就推了她一下 后来学姐跟我说了 我后来专门就为了这个事 我就一 也是怀和之下 她和学姐的这关系 四人又坐下一块吃饭 然后也正式介绍 给我朋友认识一下 一提吃饭这个事 我就特别生气 我特别委屈 本来挺好的吃饭 我不知道为什么 她总是拿着手机 不知道在发什么消息 后来我拿着她手机 去前台结账的时候 我就发现 对话框里边 谈出来学姐跟她发的消息 在谈论我嘛 她学姐说我这儿不好 那儿不好 那嘴长在人家身上 我能说什么 而且当时我 我是你女朋友 她挺好毛病 不护着我 你还能处处维护她 你为什么要帮她说话 也并没有要维护她呀 我问一句 学姐喜不喜欢你 学姐喜欢她 你怎么知道的 老师 这是我偶然间 我听说到的 就是有一天晚上 就是有一天晚上 他们同事聚餐 我跟人一起去了 然后大家都喝醉了 我就在厕所的隔间里面 我就听到学姐她在哭 我听她哭我好奇啊 我就听了 然后我 然后当时我一听我就愣了 学姐说她喜欢我男朋友 她跟谁说的呢 她跟旁边一个女同事说的 你知道吗 我当时并不知道学姐喜欢我 学姐性格就特别淡淡烈烈的 我就早就把她当哥们了 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 你现在知不知道学姐喜欢你 现在我知道了 你来这个节目之前 知不知道学姐喜欢你 知道 但是我学姐喜欢我是她的事情 总感觉到她就不愿意相信我 行了 后来就更有意思啊 这个 所以说家和万事兴嘛 吵吵吵吵吵 吵到最后宁波的丑 创业就失败了 就回到了北京是不是 我跟她就回北京了 回北京是不是回来了吗 是 回来就好好过就行了吗 怎么了 对啊 我们本来现在挺稳定的 我不知道她怎么想 她又想回宁波 她学姐最近又联系上她了 就学姐又联系了 合伙人又召唤说 我们再次开始是不是 那就是旧情不忘嘛 什么叫旧情不忘呀 那我回宁波不都是为了咱俩 以后能够过得更好一点吗 我能让你运用更好的东西吗 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 那来倒不是嘛 我现在我在北京我做销售 以我现在收入 我有的时候 甚至我还得花你的钱 我当当一个年 我就给我自己 吃软饭的我 那我不在乎 我愿意跟你过苦日的 你不在乎我在乎呀 而且学姐她都已经知道 我是喜欢你的 我就不相信她还可以再追我的 刚才你说学姐追你啊 没没没 没错老师 学姐就是一直就是 对她有想法 我说实话 你过去那么喜欢学姐 学姐现在又那么喜欢你 你们又能共同创业 你跟这姑娘分了得了啊 姑娘也能接受对吧 我不爱你了 我走对不对 你能接受吗 我挺喜欢她的 那你接受吗 就是她真的就不爱你 她就心还在学姐那儿 你接受吗 我上这个节目 我就是想问清楚 不不我们假设 假设 假设 我问你接不接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我选了退出 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 我也考虑过 因为但是 也考虑过 这次你去宁波创业 姑娘应该马上毕业了吧 对 你愿意带她一起去吗 我愿意跟她去 我真的已经烦套那种 那种怀疑和争吵的日子了 我不想再去了 我烦套 你就觉得 只要在物理空间上 学姐不在 其实就一切OK的 我们两个感情挺好的 但是只要一掺杂进学姐 我们总是闹矛盾 那不每次都是你多心吗 为什么她就一直缠着你呢 她们便没有一直缠着我 要是你就多心 在哪儿不好 一定要去宁波 那有什么 有让你留恋的地方呀 那里有学姐 我来回答你 其实这个应该怎么处呢 可能就是生意的伙伴 也许就很单纯 但是确实 这对生意上的伙伴 曾经都有错过的这种喜爱 所以现在的女友 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听听老师们 怎么给你支招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奔卷 其实你想去宁波 不仅仅是要创业 一定和那个女人有关 我真的和学姐是普通朋友关系 我真的没有 她喜欢你呀 但是我并不喜欢她呀 你要留一个喜欢你的人 这么多年一直想 和你在一起的人 在身边共同创业 那我当时我并不 那你不是利用她吗 你把自己陷入 这么复杂的关系当中 是好好创业吗 你就是权衡利弊之后 做出的决定 也许在这一时刻 我喜欢我的女朋友 多过我的学姐那么一些 但是在我权衡利弊之后 我的学姐能够给我带来的 情感上的慰藉 生意上的合作 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学姐是首选 但是我和她 真的就是普通朋友关系 是没什么呀 今天没什么 明天呢 你知道吧日久生情啊 明明知道 在这么复杂的情感状态 和合作状态当中 你非要把女朋友 留在北京去宁波 那我真的认为你是权衡利弊 选择的学姐 今天说我并不是爱她的 明天说不定就爱上了 姑娘满肚子委屈 是委屈 我现在甚至都怀疑 她是不是一直在骗我的感情 别怀疑 她也不是骗你 但是你冷静想想 她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两个本来挺好的 我不知道 自从她去宁波创业 之后回来就骗了 其实她没有全心全意爱你 只要没有学姐 我们两个就没什么事 姑娘 稳静一下啊 学姐她是客观存在的 我们没有办法回避 我要是你的家人 我就劝你不要消耗自己 哭成这样有什么意义呢 这是生活啊 你要面对 别哭了啊 嗯 加油吧 谢谢老师 好 谢谢袁老师 来来来 苏琪老师 姑娘 你老说为什么 我告诉你为什么 原因在什么地方 原因就在 从学生变成进入了社会 不同了 当你们是学生的时候 所有一切都是别人给予你们的 钱是爸妈给的 知识是老师给的 所有的事情 都是别人在教你们 对吗 嗯 那个时候你们是很单纯的 进入社会之后 他说 生存压力 不是生存压力 说为你好 为我们好 不是的 不要糟蹋了 这种什么所谓 我为了爱情好 为了我们两个人 不要糟蹋这种词 就两个字很简单 欲我 我想要更多 我想要出人头地 我想要事业有成 我想要做老板 我不想当业务员 说真的我不觉得 你们创业能成功 或者说能挣钱 你们上一次创业 我相信你们亏掉很多钱 不会比那个 当那个业务员好到哪去 还是要去做这个事 欲望 这个欲望也包含了 那个学姐 她喜欢我 但是她能帮我 或者说我能帮她 或者说在她眼里面 我是有价值的 所以感情就 所以感情就 退到次要的位置了 我认为她现在 对你是有感情的 但这个感情 已经被她 退到次要的位置了 欲望是她 现在最首要的东西 所以她可以为了欲望 而牺牲感情 那我跟你说 这个的原因 是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是学姐 她不是一个孤立 以后这样的人 会越来越多 因为她的选择 会越来越多 带给她更大好处的选择 也会越来越多 也就是说 我希望你在这个节点上 能看到一件事情 她不是一个 愿意为感情 而牺牲欲望的人 这就是你痛苦的来源 以及未来痛苦的来源 所以你现在要考虑 问题不是学姐的问题 而是这个人 合适不合适的问题 至于男生 我个人觉得 就是追求欲望 这件事情是可以的 整个时代都是欲望推动的 但是如果你觉得 可以伤害爱的人 那我相信你在这条路上 走得过头了 有的时候我们回头看看 就爱是什么 爱就是遏制自己 爱不是战友 爱是放弃 就遏制我想要的那些东西 会伤害到家里 所以我就不要去做了 这是爱 但如果你说我要去做 我宁可让爱退步 你跟她说清楚 至于你和那个学姐 怎么怎么着 我也认为你未来 你们很可能会在一起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鲁齐老师 谢谢 来 图老师 你说你不喜欢学姐 你如何决定 喜不喜欢一个人 就是能不能特别给我那种感觉吧 那我们来想象一下 一个曾经拒绝过自己的女神 成为了自己的创业伙伴 和你在一个空间相处 你们在创业的道路上 彼此之间配合默契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人嘴可以骗别人 甚至可以骗自己的心 但人的行为无法骗 你比如说一个人张嘴说 我一定要走 说了半天腿还没迈出去 这叫虚张声势 她的那双腿欺骗了她的内心 所以说一个人内心 跟谁在一起更舒服 她的行为就已经证明了她 事实上 你是跟学姐在一起更舒服的 比如说 你三番五次的要去宁波 而把自己心爱的人扔在北京 这就证明你在那不管是创业 还是跟学姐你在那更舒服 那天你明明知道她回来 她在家里做好了一顿饭菜 你也说半年都没见面了 哎呀那应该赶紧回家 以解相思之苦啊 你和她断了片 被学姐架着回家 任由着学姐来服侍着你 你说你跟谁在一起更舒服 包括主持人刚才问你 你也坦诚地回答了 我是考虑过跟学姐在一起 跟她分手这个事情 你是考虑过的 所以说你想想 你对她和对学姐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 我不去区别说什么是爱 什么是喜欢 什么是欲望 我只知道你跟谁在一起 你更舒服 一个人得真实地面对自己内心 真正的感受 不要去说那些似是而非的话 我在为我们的将来打拼 将来什么样鬼知道了 创业已经失败了一次 难免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不要跟她说我特别喜欢你 我只是现在举步维艰 那如果是这样就跟她齐头并尽 你却偏偏不愿意 所以你得面对自己内心真正的感受 说出你对这两个女人的客观判断 到底是怎样 如果你没有想清楚 我觉得你业也别创了 你爱也别谈了 你得好好地考虑 接下来你的爱情和事业的走向 不要误了学姐 也不要误了她 更不要误了自己 好吗 行不行 在这个时候 尤其不要用眼泪又或者是话语 给她任何压力 逼她做出某种选择 或者爱情或者工作 或者学姐或者你 你应该给她一个时间 做出自己的判断 因为在这个情况下 你跟她闹 你跟她哭 这样的方式 往往会掩盖了事情的本质 心结还在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只需表露我的观点 要么学姐 要么我 要么爱情 那么事业 如果愿意去奔事业 我愿意跟着你一起去 但是我请你自己 在不受任何压力的情况下 做出对我最尊重的判断 我都能接受 而不要去哭 就这样 听懂了 你也听懂了 听懂了 来 一起进入 那几天和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我感觉最幸福的时候就是 我和我在大四的时候 咱们一次度过的那半年了 我那时候甚至还记得 我每天晚上有时候 会因为一些学校的事忙得很难 每天都会给我送饭 要是这个我真的过得 我特别 我感觉特别爱心 但是后来我创业了 我确实对你的关心少了 对你的在乎少了 对你的在乎少了 我 我希望你能就是 有这个崇拜 对于学姐我 我原来都是过去 我只想珍惜你 现在里面 回吧 来 关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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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还去吗 宁波我肯定要去 你肯定要去是吧 对 你刚才不说 愿意跟她留在北京 一起创业吗 我真的 没有想到就是 其实我真的是 特别在乎她的 只是她不知道 其实我有很多 我这么多年我承受的 有很多特别心累的地方 因为我出生于一个 农村的家庭嘛 我爸妈都是农民 我是流手奥童 那时候我们小我不懂事 我其实挺自恒爸妈 我爸妈为什么 就没有那么多时间 来陪着我们呢 知道多时候我上高中了 我开始慢慢 长大了 我感觉 懂事了 我才是慢慢地理解了 我爸妈 我爸妈并不是说是 不想陪着我们 而是他们不能 因为随着我们的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 他们经常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了 后来我到大学了 别的同学都是在睡 但是我却不能 我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 我想要做什么 后来我们 我们我终于 我答应的时候我冒怕龙岛 我和学姐一块 我们一块创业了 开了一个公司 我就是希望能得到我爸的认可 我甚至幻想着有一天我能很自豪地 我跑到我爸妈面前说 爸 妈你看我成功了 我 我不会再让你们那么累了 我也不会再让你们那么操心了 哪怕就那么一次就好 行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背景和经历 这些背景和经历决定了一个人 未来生活里面活的是一个什么样子 以什么方式来增长 既然你觉得要在父亲面前 做一个成功的男人 哪怕一次就好 现在我希望你别谈恋爱 你就一心一意地创业 等你创业成了 你觉得过了 你跟你父亲这个心坎了 你该干嘛干嘛 你何必这样呢 我们对你这段感情是没有评价和评判的 没说你做得对还是不对 你何必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呢 小伙子 抬起头 旭宁波也没有错 给你的建议很简单 先创业吧 把感情放在一边 好不好 你处理不好这么复杂的关系 我相信你都处理不好 真创业的时候哪有心思去谈恋爱啊 你谈一个就是对那个女孩子的不负责任嘛 就是人家无限度地给你付出嘛 对不对 咱们不害那个女孩好不好 创业去吧 好吗 好吗 加油 谢谢你 请回 他这番表白我们大体可以看出来说 现在比较努力和上进的年轻人 是你说的欲望也好还是别的也好 他总有一个追梦的一个动力 他的动力是我要活出个人样给我爸看 那我想女生听到这样的理由 我应该非常开心地就离开 因为这个男生不是不爱你 而是在这个阶段他没有办法 付出他全部的爱去爱你 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么你们过去的时光不就变得美好了吗 希望男生能够取得你想要的成功 希望女生也会找到你想要的生活 和陪着你一起过那样日子的男人 好了 接下来一起进入 一辈诗爱情保鲜记 有网友向图老师提问说 我们家本来是一个儿女双全的幸福家庭 可就在一个月前 我发现老婆和别人暧昧 我一气之下跟她动手了 不小心把她的手给弄骨折了 她现在回娘家了 非要跟我离婚 我现在拿不定主意 到底该不该 人无意是不对的 暴力更是违法的 其实你把有理变成了没理 按说这件事情应该过错方在于你的妻子 所以你应该诚实地向她道歉 但是有关于自己的底线 绝对不可以退让 所以说道歉归道歉 底线归底线 维持好自己的底线 但是要真诚地去面对她的错误 有的时候 人总是容易糊涂 如果在对方犯错误的时候 你想到的第一步是惩罚 很容易把她推走 但是如果拉一把 也许就能唤醒她真正的情感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药保湿伊贝斯 伊贝斯纯净面膜冠名播出的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那几天喝股方红堂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股方红堂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爱情保卫战由你看世界 世界看你的海伦凯乐眼镜 大力支持 感谢你的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